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四个主场无大球赫塔飞 赫塔飞今十场赛事仅输掉一场 且对守备强敌黄马连续五个客场赛事 双方总球数在2.5球以下过去三次对阵赛维利亚 双方总进球数也在2.5球以下赛事分析 赛维利亚赛维利亚的主场比客场强很多 上赛季西甲赢17场 主场战了11场 新赛季一直在欧罗巴杯和西甲联赛双线作战 但球队状态维持稳定 不仅欧罗巴杯进入小组赛 西甲也保持前六 充分展现球队整体的强大实力 注重主场成绩 近十场各项赛事主场仅输一场 且已是4月份的事 赫塔飞上一场联赛对阵马拉多利德 主场占据优势 但受制于对手的反击牵制 进攻端也缺乏组织能力 最终以0比0收场 虽上场比赛未能拿下胜场 但也保持主场武战不败 球队士气与信 心维持稳定 战术打法注重攻守均衡 近十个可场除对战黄马外 九场保持不败 且其中八场零封对手 展现出5位对手主场气势 综合预测 两队阵容均有球员 因伤缺习 赫塔飞的防守十分稳固 但进攻伐力 从AC米兰转会至赛维利亚德安德烈 西尔瓦表现抢眼 将会是本场比赛的关键 两队均利用国际比赛周的充分休息 依据过往战绩和球队近况 本场看好赛维利亚 在主场能重返胜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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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